高中三天 心相伴 是学籍的工具 而书是知识的代替 当然世界上是很好的补充 你在高三就继续这样 世界上的高三要怎么体现呢 现在变成了做一个科学 变成的高三期间保留了所有学校发现的世界 要做到2月7 之后经过两天的路 变成了达了世界内容 世界和教授的数据 我们把这些试卷搬出来 看看能够多高 首先要说明的是 这里只能试卷包括周链 周策 当链 二轮的专题 盘价作业 考试试卷 答案 我们就叫通知的 包括数项作业 和联系参考带自己的试卷 说了这么多试卷也搬完了 咦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多 试卷总高度 只有18.5厘米 我们还是看看最终的统计结果吧 高三期间的试卷一共有 1166张 如果按套计数 共有约701套 这个数字平均到每天的话 是3.77张 不过如果我们把考试拿掉 只算练习的话 866张试卷 462套 平均到每天的话 2.80张试卷 还是在三四张的样子 光看数量 试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吓人 但是如果我们看深一点 还是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首先进入第一点 科目剑的对比 先看语书英排行榜 语书英三刻出现了非常漂亮的递增 从这里看得出 一日被课足还是很厉害的 不过这里忽略了一点 书生在一轮复习的时候 有本卡的三六题 不算在这里 当然语文看起来不多 但如果写起来不顺手的话 还是很累的 题不再多 书恋则理 至于理宗 物理最多 生物其次 话题最少 这里跑个题 可能你会认为 每天半张试卷都写不到 练习量真的够吗 这里的数据并没有包括练习课 一轮复习最可怕的就是 好不容易喜欢练习课 改一下就练 新课大军 就来 再让主副科来做个对比 主科完胜 占三分之二 无论厚度 还是试卷的套数 都是如此 想起旭长的原则 他说要分数分配学习时间 大家所以感受一下 那好吧 比例还不至于失衡 下面是去掉考试之后 得到的统计数据 厚度和练习这两组数据 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看看就好了 下面进入第二点 日期对比 跟只花了点时间在XL内做了统计 为了简单期间 只统计了所有试卷的账数 有股票的感觉 对吧 我们发现图像 其实做了曲线平化处理 能找不出任何的规律 为了看出变化规律 我们按月份做了图计 如果按100张 作为分界线的话 12月 3月 4月 和5月 都超过了 12月一轮复习 即将结束 而3月到5月的 二轮复习 有很多的专业 为了梦定期间 我们把这些数字冲上 当月又发试卷的结束 以4.5张每天 作为分界线 二轮复习的时候 超出了 这个很正常 而12月 算不上红杂 1月 却超出了这个分界 听人说 这是很有说头的 法师能说 一模后的那一月 每天都翻过试卷 这个时候很考验的 想来编者之中说 现在编者之中说 看看4月5月 呃 其实说 为什么1月分别 也发的试卷多 那肯定是 还在做业人的活 还记得最后一天 所以还要很多 音乐出来 在大理堂开机 演交流会的时候 上面一个师兄在讲话 后面好好发的 叫尼川 叫你一堂试卷 一个师兄图乏 因为音乐体 有限制深圳指定了单点 只要我现在 还要放到注意试试试试图买 在这里再看看 单独统计的一个项目 所以叫同志 刚才几年是要发的同志评得多了 7月29号的同志是 家长位 2月25号发了温馨提示 虽然是一模的指示 因为白日是 那场装装的仪式 总会有些意义的吧 3月8号 最后一次加上回的通知 4月19号 我忘了这个通知是什么 6月份有温馨提示 和考核工作通知 和一封信 不知道一封信的意义 是不是强心 反正读起来挺温暖的 接着是各科的日期分布 一直以为做完正图表 变成了电脑为刺激的 但是真是开个玩笑 下面是一道语用体 可以看到 主科比复科比 主科中的确是数学最比 英语其次 语文最不密集 生物每套的一般都是两张 相较之下 化学更甚至 物理则有多有少 在图里呢 我们能感受到一点周期性 那是因为有周恋 和早恋的存在 来看各科浏览 就可以搞清楚 这里面的截律了 首先看语文 高三主要发的有作文素材 还有成群资料 命具资料 水克资料 文言资料等等 这些年写的作文也不少 各种周恋周策 也不用多说 各科都有 呃 看一个精通特色吧 早恋 可不是早恋 高三期间的语文早恋呢 一共有三十分 标题的字体 或大或小 格式不一 很明显是不同老师出卷 还记得有张早恋出了 不要点不好提议不考的 但是觉得这倒是挺落实的 后来 变成这个选择题做得很差 才不敢想看那张早恋 可以说早恋的总体质量非常高 很少差是错 所以能量也足够保持体感 高一高二的时候 或许不理解为什么要写早恋 写完呢就急着去吃早饭 先回想 这是有知识的积累吧 感谢这三年的初恋老师们 让许多人的金融三年 能用如此简单的方式 串联起来 整齐化语 不过这里也要提个意见 数学一周年都有应答案 我怎么没有太神了 很简单那些年 我们写过的早恋 不神经来看游里的数学 数学的试验中卫就 没有那么复杂了 最重要的练习是每周一恋 无论是考试还是想家 从不间断 从高一开学的第一周 直到高考生的到处两周 而且格式也真混乱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 哪张是谁出的卷 反正编者是看不出来的 按我们老师说 周恋的题目很新很好 是360很好的补充 或许是因为老师可以通过周恋 把缺的题目补给大家 最后一题永远难 即使是概率统计的题目 都会有难度 其实做习惯了也好 高考还是会更难的嘛 所以不知道哪科了 英语的练习向来很杂 高一二就有什么翻译啊 配套练习啊 高三动不动就来做套题 作文也不少 还有背单词 文科嘛 就是汽水长流的嘛 语文说早练 音乐老师似乎更懂语文 改成了成练 成练 成练其实什么都干 我有段时间的3500次检测还是不错的 格式统一质量还算上乘 看个电子版的拍完之后真心要点赞 不好意思 暴露我是个单词诈 我们接着看物理 物理套题有段时间格式非常统一 估计是一个老实证明的 看着那微软雅黑的标题实在是很开心啊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模拟题在我们手上都是一样的 感觉很好 作业也是如此 不知道模板格式这方面为什么是物理做得最好 还记得在微博上看到我同学估计是因为没有答题卡 交了一张手绘的物理周册的答题卡 想起这个是因为觉得物理试卷同意有来吧 再看化学 化学的试卷种类就更加单一 还记得那种现实训练是怎么回事吗 只是那天我们的大一师兄师姐回来 一整天都是现实训练 一科一节课 化学周年发的很轻 二轮复习的时候一不小心一星期两张也有可能 当然那是当套题用的 所以周年训练完全没了意义 中午到了高三 化学的训练题都很有针对性 这次的标题也有长有短一共19张 因为标题不整齐我就没拍了 只拍了高二时候的紧接马周年 俯瞅完毕 作为一个试验型的调查统计 坐到这里 编织还是觉得很懂不过来 报告里面没有什么亮点和有用的地方 最后只能抱着一种希望展示一下这一年 乃至三年我们用什么来积累我们的学识 最后反映到成绩上 或许我没有考好 某种程度上不值得被母校记住 但我在学校的经历就要这些试验中体现 或许考的怎样并不重要吧 重要的是学会怎么更好的走下去 而这些试验就能体现了精重的气质 差错率低 格式统一 作者有感觉 这是一所学校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很多东西之一吧 像二摩友的作人所说的 希望母校忘掉自己 只是为了更好的培育下一代人 这卷总会变成废纸 我们也会当让那种 被周恋最后一道体育烦着的独特感受 而更多的人被经历上的日子慢慢长大 感谢出师弟的老师们 感谢饮食券的成功们 即便他们偶尔也会有差错 但他们的坚持是我们成长最坚实的后盾 这个上的高三感谢你们陪伴 欢迎下载试数据发展到更多的两点 最后 诶 这里卖台历了 看到了吗 这样的地方 我们下车终于是帮助来 如果我们来这个下车终于是帮助 那我们我们加起了 我们下车终于是帮助